有了有了 二十万 真的 这可是我们第一笔收入啊 付款人郑宇芬 怎么了 您认识 郑宇芬是会计部新来的助理 我入职的时候 跟她一起培训过 等等等等等等 我都搞晕了 郑宇芬是远山集团的 对啊 按理说 应该是点评网的人才对啊 难道说 这钱是远山集团给的 这么说 这都是陆远山在背后 你可千万别告诉沙叔叔啊 如果他知道这是陆远山的钱 他一定不会要的 那你的意思是 先把陆远山的钱拿过来再说啊 那怎么办 难道为了面子 看着沙叔去坐牢啊 这个问题 还是你们俩自己做主吧 对不起 我问一下 这个房间原来的病人呢 他们已经出院了 谢谢啊 谢谢啊 爸 妈 爸 妈 你妈在睡觉 别这么大声好吗 你们从疗养院搬出来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不知道吗 陆远山变卦 不付钱了 我们哪儿来那么多钱住疗养院 不搬走 我们能做什么 他怎么这样啊 当初搬进去也是他 把我们轰出来也是他 他也太过分了吧 他也太过分了吧 你啊 以后还是少来为好 要是部下从前那样陪着你妈 还不如不来 省得受刺激 你啊 陆总 方便的话 见一面 五十六 给五十五吧 五十 五块 好好好 谢谢啊 下车再来啊 再见 他来了 好 陆总 冯总 你没聊我先出去了 怎么样 不给我倒杯水吗 陆总 你停了我妈妈治病的钱 又设下圈套让我们跳 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想让我认回 你这个有钱的爸爸对吗 泽诚 你这么说 会把我说成是一个阴谋家的 信心的事情 是我们一时的疏忽 至于你的网站 我没别的意思 我是真心想要帮你的 儿子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儿子 不管你有多恨我 你是我的儿子这一点 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别以为 用金钱可以收买我 虽然你有钱我没钱 但我们做的事能光明正大 你以为金钱是万能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 可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发展 子诚 到关键的时候 离开金钱去谈别的 都是空话 你说得对 有些时候没有钱 确实不行 但你想用一百万 买回自己的孩子 你觉得这样 就能应得我对你的尊敬 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 生存法则那我无话可说 子诚 你现在年纪还小 很多事情你还不懂 你可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多少人会羡慕你的爸爸 是陆远山 我宁可我的爸爸是沙驼 他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沙驼 他到底有什么好 你还想要那么维护他 他要钱没钱 要地位没地位 他能够拿什么给我逼啊 子诚 别犯傻了 你拿他跟我比 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沙叔叔 好啊 我还在奇怪呢 这钱怎么来得这么容易 原来是你在捣归 原来是你在捣归 子诚 你的这份心意我领了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 我哪怕去坐牢 他的钱 我是不会拿的 就是我了 我给你捣归 我给你捣归 我都想好了 所有的责任啊 我一个人担着 反正不管怎么说 陆远山的钱咱不能用 大不了我去坐牢呗 你去坐牢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就先把你嫁给封松 然后再去坐牢 爸爸 外婆 你说怎么办呢 我爸爸那脾气要是一上来 那非得坐牢不可 怎么会是这样 实在不行啊 我就把这个房子去做抵押 抵得个一百万应该没有问题 外婆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发誓 我一定会把这个钱还上 好了 好了 我要是让你爸爸去坐牢啊 我都没脸去见你妈了 外婆 老婆 要是舅妈知道了怎么办呢 咱先不告诉她 放心吧 大家伙儿听好了啊 咱们这个餐馆 不管我在或者不在 大家干活都得认真点 生意好了 赚得多了 大家也就分得多 我在那听我的 我要不在就听晓纳 她要是不能按时 给大家伙儿发工资 你们都来找我 到监狱来找我 行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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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纳 你要是找着你姑了 你跟她说一声 说爸不怪她 她要愿意留在上海 这个房管你跟她一人一半 她要是想回那蒙古呢 你就送她回去吧 其实现在爸爸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 你要是真有个什么急事 你知道你该找谁吗 外婆 舅舅 姚阿姨 冯松 我哥 我不会去找立元山 傻孩子 你要万一遇到特别要紧的事 找她是最管用 她说得也对啊 我这个当爸的 是最没用的 她胡说 行了 去去去 干活去吧 干活去